甘肃省五威市,古有梁州之称,位于河西走廊东段,是古代路上丝绸之路的耀冲。 这里历史悠久,古迹众多,举世文明的同奔马,旧出土于五威市擂台汉墓。 因此,五威市还有天马故乡之称,本期智力快车就来到了五威市。 比赛的主赛场,选在五威市和平街小学,这里古色古香,环境优美。 赛前,同学们到五威市博物馆进行了深入学习。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五威市博物馆。 从历史文化到文物细节,用心学习仔细观察。 初赛中,同学们才华横溢,进展风采。 最终,四所学校的初赛冠军脱颖而出。 进入校季大比拼决赛。 让我们共同期待同学们的精彩表现吧! 大家好,欢迎收看智力快车,我是陈怡。 今天我们智力快车来到甘肃五威,我们在这里进行校季大比拼。 那我们的比赛场定是在五威市梁州区和平街小学。 参加本场校季大比拼决赛的四所学校分别是, 五威市梁州区黄台九年制学校,五威新城区第一小学。 五威市梁州区青年巷小学,五威市梁州区和平街小学。 好,来到我们赛场的是四个学校的个人赛冠军。 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进行决赛。 接下来我们通过央视频来看一看四所学校最美校园的风采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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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场上的四位选手 是经过我们的初赛 赢得了冠军 坐在了我们决赛的场地上 那应该说我们四位选手 就是非常优秀 如果说之前的初赛 是小事牛刀 那么今天的决赛 就是你们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谁能站到最后 谁能摘得桂冠 就看你们个人的发挥了 好嘛 我们在开始之前 先来认识一下四位选手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五威市 梁州区 黄台九年制学校的来人秀 圆圆的脸上 牵着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 绝挺的鼻子下 挂着一张说起话来 滔滔不绝的小嘴 这就是我 爱拼财会赢 是我的座右铭 读书是我的爱好 莎士比亚说过 生活里没有了书籍 就像没有了阳光 智慧里没有了书籍 就像鸟儿折断了翅膀 我希望自己的每一天 都能遨游在 智慧的海洋中 我是老师的好助手 同学们的开心果 这就是我 一个开朗 活泼 自信阳光的女孩 陈一姐姐好 同学们好 我是活泼 可爱 人见人爱的韩一成 我来自五威新城区 第一小学 今年即期班 很荣幸我能参加 智力快车这个节目 跟同学们一起交流学习 祝我们都能取得 优异的成绩 谢谢大家 好的 木有之书 气自华 嗨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五威市 梁州区青年校小学 六年级二班的刘韵芝 我是一个活泼自信 勇敢的小女生 希望大家多多给我支持 好 欢迎刘韵芝 大家好 我叫范梦婷 我来自甘肃城 五威市梁州区 和平街小学 五年级五班 我是一个大大咧咧 活泼开朗的女孩子 我的兴趣爱好很广泛 唱歌 跳舞 看书 画画 我都喜欢 下棋也很喜欢 最爱看的书 是《笑猫日记》 最爱下的棋是《吴子琴》 希望大家能记住 那在之前的出赛当中 四位选手 谁拿到了场上的一百分 就是我们这位 范梦婷 刘韵芝 你是多少分 九十 九十 还议成 四十 四十分 来 九十分 九十分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忘记出赛 我们现在又回归到 同一起跑线上 谁能够交出满意的答卷 就要看各位 今天场上的表现了 那我们今天的决赛呢 一共是二十道题 也全是抢答题 在我读题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随时抢答 答对 加十分 答错 要扣分 当然 零分情况下 我们不扣分 规则 相信各位已经 非常的清楚了 对吗 对 好 那我们准备好 答题开始 好 请听第一题 先秦时期 甘肃 古称 雍良之地 对吗 对 回答正确 加上十分 好 第二题 五威是地势 南高 北低 对吗 它的地势 是不是南边高 北边低 对 回答正确 加上十分 下一题 请问 何西四郡 是哪四郡 来 方文 五威郡 敦煌郡 九泉郡 张叶郡 回答正确 加上十分 节奏有点快 是不是 剩下两名同学 还没有抢到题 注意了 甘肃境内 有大漠戈壁景观 没有雪域高原景观 对吗 错 回答正确 那刘云之 我们还有在什么地方 有这个雪域高原景观 可以在七连山 七连山 对 好 我们继续 请问 梁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的 下一句 真快 一片孤城 万人山 回答正确 行 他替我公布答案了 第六题了 黄河的主训期 是每年的十一月至十二月 对吗 想一想 错 回答正确 加上十分 是 那你分析一下 这道题错在哪里 不是十一月十二月 那应该是在几月 六七月吧 差不多 是七月到八月左右 所以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好 恭喜韩云辰 来 另外两位 加油 天梯山石窟 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 对吗 对 回答正确 再上十分 下一题 请问 五威市南城门 又叫什么门 你们所在的这个城市 有一个南城门 那它除了叫南城门 又叫什么门 有没有听过 爷爷奶奶说过 爸爸妈妈说过 他们约着去哪玩 说走 咱们去哪 什么门 大家都没有抢 这样我给出选项了 A 朝阳门 B 朝五门 C 朱雀门 B 朝五门 记住了啊 朝五门 回答正确 让你去分 那谁给我讲讲 五威市南城门 大家好 我叫薛雅东 我来自梁州区 新年向小学 六年级四班 我以前听过这样一个就是 夜雨打瓦 朝五门 这样一个典故 就是 每逢晴冷的夜晚 然后都会在 五威南城门 听见雨滴落在 城墙砖上的声音 其实就是夜雨打瓦 朝五门 然后所以我就记住了南城门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朝五门 太棒了 那你们记住了没有 特别美的意境是吧 好 谢谢 来 给她一个小礼物 我们继续 请听题 五威市属于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 对吗 对 回答 正确 下一题 1969年 五威市出土了举世闻名的同奔马 请问 它出土于哪一 梅台汉墨 回答 正确 离一百又差一半了 是不是 很快了 现在暂时领先的是我们的 和平街小学的范梦庭 其他三位同学加油了 好 那既然大家这么熟悉同奔马 你给我们介绍 同奔马也叫音略马 还叫马踏飞燕 也叫马超龙雀 还有很多个叫法 对 然后它是1983年 被中国旅游局定为 中国的旅游标志 然后成为了国宝级文物 首批禁止出国的文物 没错 掌声送给它 一定是非常了解自己的家乡 而且对于决赛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是不是 现在我觉得气氛比较紧张 我们先放松一下 我刚才看到同学们对自己的家乡 还是很有了解的 对不对 一说这个同胞们大家都知道 那谁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你们家乡还有什么景点 大家好 我叫沈云然 是来自武威新城区第一小学的一名 四四班学生 还有景点就是 比如千七山石窟 千七山石窟是河西走廊的石窟比组 它就是首次的我们武威的第一个石窟 然后呢 现在重整 经常就是有很多游客去参观 千七山石窟就是因为地质松 而塌陷了不少 现在被列为国家大力保护中心 哎呀 太棒了 来 谢谢你 大家好 我叫王渊 来自梁州区和平届小学五年级一般 王渊是我们的选手是吧 之前 我们五位还有景点 就是我们学校旁边的中古楼 就在咱们那个后面能看见 我们中古楼 它是顶端里地面有十二米高 它上面有一个钟叫大云小钟 会有敲钟的时候吗 不会有 但是如果你自己敲的话 它那个声音会非常的红亮 你听过吗 这个钟声 我自己敲过 自己敲过 好 大家好 我是黄台九年级学校五年级二班的张晨敬言 张晨敬言也是我们之前的选手 对不对 整个来介绍一下梁州词 它是不是有很多的诗句 是不是 梁州词有描写战场的 还有梁州景色的 那你大概能背出一首你熟悉的吗 葡萄美酒夜光杯 玉影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首是王翰的诗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五维新城区第一小学四年级的一名小学生 我名叫蒋宇军 蒋宇军也是我们的选手对不对 我对梁州词比较了解的是一首诗 大意是这样子的 鞭城将士享受着国家的后遇 然后呢 他们每天都需要保持着警惕 因为呢 他们要时刻准备着战争 奋灵关里水东流 百草黄鱼六十秋 边将歇陈主恩泽 无人解道去梁州 哎呀 掌声送给他 全堂师呢 有近两千首边赛师 以梁州为题的呢 大概就有一百多首 所以说我们梁州这个地方呢 真的是盛产很多的什么文化瑰宝 我们大家呢 要去挖掘挖掘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回到赛场上 四位同学 做好准备 我们要继续抢答了 这是一道选择题 新时期时期的马家瑶文化 已经可以制作以下哪种器物 A 青铜器 B 彩桃 C 铁 彩桃 回答正确 刘韵芝 你能介绍一下 你知道的马家瑶文化中的 这个彩桃吗 彩桃器物 比如说马家瑶系 《玄文文双儿彩桃馆》 它就是红迷黑桃制的 这个罐子身上 它有六个漩涡纹 有四个漩涡纹 是两个半人对的 心相会的一种纹饰 剩下的两个漩涡纹 是以双耳朵窝心 构思非常奇巧 是马家瑶文化的典型代表 还有吗 马家瑶系舞蹈文 彩桃篷 范梦婷也知道是吧 那这个你来介绍 这个是马家瑶系文化类型的 约公元前两千年 然后它也是红桃制的 因为舞蹈文而出名的 所以是一级文武 只不过它那个文是已经残缺了 那正常应该是几个 几个人拉着手 好像是九个 对 是九个小人 好 那我们继续了 这是一道选择题 成语 德龙望鼠中的龙和鼠 分别指的是哪两个地方 选项A 陕西 四川 B 甘肃贵州 C 甘肃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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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正确 孕之你来分析一下 龙和鼠 甘肃又称龙或者甘 对点 相信很多同学都知道 至于四川 我是联想到了三国时期的时候 它们的地形图 所以我觉得四川就是 鼠国所在的一个地点 所以我觉得四川应该是鼠 所以它分析是对的 对吗 好 现在是第十三题 我们一共有多少道题 二十道题 那你们自己看看自己的比分 没有抢到题的同学要加油了 五威文庙中 孔子像的两侧 是列有孔门十折 那么请问 以下哪一位不是孔子的弟子 有选项 A 言回 B 庄子 C 子贡 B 庄子 好 回答正确 下分 韩依晨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孔子吧 孔子 他的弟子有三千 其中最优秀的就是前十名 就言回亚那些的 你知道《论语》吗 好像是孔子写的 《论语》其实不是孔子写的 而是他的弟子们 根据孔子一生的一些言行 收集而编撰出来的一本书 那他讲了一些什么内容 孔子的生平 以及他说过的话 还有就是他如何 用言行举止来 教了他的学生的一些故事 那你有熟悉的故事吗 或者是熟悉的话也行 温故知心可以为诗仪 复习以前的知识 接受和学习新的知识 只要按这样的趣事 发展努力下去 就可以成为人师表 可以成为老师 嗯 没错 还有其他人吗 其他同学 来 大家好 我是来自武威市梁州区 青年项小学的张洛宁 我是六年级四班的学生 然后这个《论语》中 还有一句比较熟悉的 就是三人行必有我识焉 然后他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在三个人中 有一个人肯定会成为我的老师 那你的生活当中 是不是这样呢 我的生活当中 遇到的这个诗 就是我的父亲 记得我爸爸 他给我说过嘛 他就是在我刚开始 上幼儿园的时候 因为我还刚开始学拼音嘛 然后他在我把所有的拼音 学完以后 他就开始给我教 怎么样拼出这些字来 然后这样 我爸爸他就给我打下了 非常坚固的这个文化 语文基础 嗯 那也就是说 爸爸补充了你在课外的这个 承担了一个老师的职责 对不对 嗯 那在学校呢 我的语文老师是 郝老师 嗯 郝老师呢 是我们从四年级才开始 教我们的 然后郝老师呢 每天上课的时候 都会给我们 拓展一些课外知识 嗯 先让我们自己来回答 然后再说出正确的爱 让我们记忆的更加深刻 好 谢谢 那我们所有的同学都 感谢我们的老师 对不对 好 那谢谢你 那我们继续 下一题 钱梁的都城 姑赃是如今 哪一座城市 五威 五威 好 回答正确 下一位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比分 我们和平街小学是50分 青年巷小学50分 新城第一小学是40分 我们黄台整年巷学校还没有得分哦 咱们大家给他加加油好不好 好 加油 蓝文秀啊 加油 下一题 请问以下哪一项不属于 五威名区三套车 A 胡萝卜糖饼 来 蓝文秀 选A 选A 回答正确 那蓝文秀 你给我介绍一下 五威的这个三套车 五威的三套车 有行面 腐茶 腊肉 这个腐茶是由原棗和冰糖 来泡出来的 茶是什么味儿啊 我都没喝过 甜的 甜的 有什么香味在里头吗 你刚才说有枣是吧 枣香 枣香味 对 那那个面是什么面啊 就是我们家常 中吃的那种行面 非常的劲道 是跟兰州牛肉拉面一样吗 不是 是长面 就是那种 你可以选择是宽的 还是细的 特别劲道 那要说起自己家乡的美食呢 肯定是说好几天几夜都说不完 对吧 但是呢 无论我们走多远 我们最怀念的还是 家乡的味道 对 还有妈妈的味道 对不对 那我们继续了啊 这是一道选择题 以下省份中 不与甘肃相邻的是 A 青海省 B 青海省 回答 错误 如果你不着急 我还有两个选项 B是云南省 C是 陕西省 所以正确答应应该是哪个呀 云南省 那对不起 我们蓝文秀 要扣掉十分 下面呢 我会不断地给出提示信息 你们可以在我读题过程当中 随时抢答 那如果这道题你们答错了 我扣去分数之后 这道题我们可以继续抢答 蓝文秀 看你能不能把这十分捞回来啊 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诸侯国 没人抢啊 其境内 矿产资源丰富 为冶炼兵器提供了 金钞 回答错误 来 扣掉十分 我们继续抢答 其境内 矿产资源丰富 为冶炼兵器提供了 有利条件 第三条信息 其凭借 商鞅变法 富国强兵 秦国 回答正确 加上十分 商鞅我是个意思的 那我其实还有一些信息 我们把它了解完 好不好 好的 其凭借商鞅变法 富国强兵 壮大了国力 这一诸侯国 于公元前221年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大一统 你看就是秦国 秦国 来吧 韩医生 商鞅变法就是 更改了秦国内 很多法律 改了法以后 秦国就特别富裕 他的法令会比较严苛 对不对 对 当时秦国 晚上睡觉都不关窗 不关门 也不庇护 大家都比较遵守这个法令 害怕 对吧 因为比如说偷盗也好 什么也好 他处罚的力度非常的大 对吧 对 所以呢 约束了大家的一些 这个不好的行为 好 非常棒啊 那我们继续 第18题 同样也是提示信息题 我不断给出提示 大家随时抢 他起源于西汉时期 何西走廊是他的要道之一 还没有判断出来是吧 张谦出使西域 为他的行程 做出了巨大贡献 还没有 来刘韵芝 丝绸之路或者是何西走廊 你确定一个告诉我 丝绸之路 回答正确 好 我们听完 它是一条以长安为起点连接 东西方的商道 它就是著名的 丝绸之路 我们五位也是在丝绸之路上的城市 对不对 谁给我介绍一下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古代的经商之路 也是古代主要的运输货物的地方 沙漠之州 同学们猜一下是什么 对 就是骆驼 它就是在丝绸之路 主要的运输工具 我们五位呢 是古代的丝绸之路要充 丝绸之路连接了许多城市 就是运输商卧的货道 可以这样理解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丝绸之路呢 它将我们想丝绸之路之路 都运到外面去 然后再把外面的东西 运到我们内地来 然后就是形成了西域文化 和都院文化的交融与会合 所以五位的经济 一直在丝绸之路上 都是非常强盛的 好 谢谢 我们继续了 就剩两道题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场上的比分 评分是谁 青年象小学和我们 新城区小学的 三个啊 三个评分 三个人 太厉害了 那我看看 最后两道题 你们谁能够 拿到最后的这二十分 三位同学 来 蓝文秀 你也得加油 咱们为荣誉而战 好不好 虽然是两道题 但是有很多的答题机会 好的 所以你不要放弃 给他加油 加油 蓝文秀加油 仔细听题啊 蓝文秀 他是我国历史上的名将 他曾任票棋将军 想慢了 过去病 风狼居须这历史典故 与他有关 五位 因他远征和西有功 彰显了西汉武功和军威 而得名 他就是 霍去 霍去病 所以回答正确 加上十分 蓝文秀刚才反应慢了一点 反应过来说 他已经抢走了 谁给我介绍一下霍去病 霍去病是魏青的外甥 年仅17岁的时候 在墨北之战 一战成名 开始 汉武帝对他十分赏识 就对他加官进爵 然后封侯 接下来的墨北之战中 他击垮了匈奴一些部落 又被加官进爵之后 就跟五位有关 就是去攻打匈奴 使匈奴投降于汉朝 但是这个霍去病的结局不怎样 他是23岁的时候 就已经病死了 可以说是 一年早逝 日年早逝 最后一 如果刘韵芝抢到了 他答错了 你们三个人 四个人还都有机会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他抢到了 且答对了 那么他就是本场的冠军 来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来 本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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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远范 加油 终于远范 加油 加油 终于远范 终于远范 加油 终于远范 终于远范 大家好 我叫李允继 我今年五岁了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 对不起 一个小熊科小兔子 是一个是一对好朋友 他们相亲相爱 同住在一个温馨的小屋里 在小屋的上面有一间书屋 到了夏天 他们就搬到凉爽的书屋 一个夏天的早上 小兔子 站在书屋里 欣赏美丽的风景 忽然他发现有个东西 带太阳下山闪发光 看到小熊那是什么 小熊用篮子把小兔子 放到了地面上 接着自己也爬了下去 小熊小心翼翼地 凑起那个怪东西 仔细端详起来 他从没见过这么闪亮的东西 天哪 这是我的照片 你看我的耳朵 多茫茫茸茸 小兔子听了也凑上去 想看个究竟 开什么玩笑 这明明是我的照片 多么漂亮的成耳朵 两个人互相让抓着那个东西不放 终于刺蜡一声 要闪闪的怪东西 被刺成了两半 小兔子生气极了 他飞快地走回家 碰了一声关上了大门 然后小兔子早早地爬上了床 他不知道除了睡觉还能干什么 另外一遍生气的小熊爬上了书屋 赌气地说我才不需要这样的朋友呢 夜间间生了颗小兔子毫无睡意 原本的怒气已经渐渐消去 剩下的只有对好朋友的思念 而这个时候 树屋里的小熊正独自堆着月亮沉思 他和小兔子一样也感到了悲伤和孤独 有了他想到一个好主意 小熊取下墙上的半张照片 悄悄地走向他和小兔子的家 小兔子这会儿也没带在床上 他正站在屋门口 手里拿着自己抢到的那半张照片 一看到小熊小兔子连忙奔过去 小熊都说对不起小熊 这个还给你 不 该我说对不起小熊 也递上了自己手里 他们那半张照片 小熊和小兔子终于有和好录出了 让他们每一在一起 看向那个亮闪闪的怪东西 你才能够看到了什么 是他们两个人的合影太棒了 小熊小熊和小兔子都开心极了 同样是提示信息题 我会不断给出提示信息 如果你确定就可以抢答 答错没关系 扣分之后我们可以继续抢 好 这是一个出自诗经的成语 这一成语提及了两条河流 有没有 其出自 经已未浊 时时其指 这一成语 比喻 界限清楚或是非分明 它涉及的两条河流 是诗经当中的一个成语 其出自 经已未浊 时时其指 最后这道题是有难度的哦 仔细想一想 刚才重要的信息我都告诉大家了 想想它的意思有没有听过 我再把题读一遍 你们仔细分析这个题面 这是一个出自诗经的成语 这一成语提及了两条河流 其出自 经已未浊 时时其指 这一成语比喻 界限清楚或是非分明 主和汉界 回答错误 继续抢答 没事 但是已经接近了啊 它跟界限也是有关系的 判断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不是这个成语 还有人抢答吗 没有人抢答 我们的比赛就要结束了 因为我们一共是20道题 好 场上还有没有再努力 争取一下的 如果没有抢的 最后我们的冠军 大家也很清楚了啊 最后五秒啊 有没有人来打破这个局面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本场决赛到此结束 好 这道题的答案是 精畏分明 我刚才你们记得我是怎么读题的吗 精已被灼 是非分明 我都有强调了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觉得同学们已经很棒了啊 那为何是我们黄河最大的支流 对吧 就发育于我们甘肃 那么大家有机会呢 可以去那看看这两条河流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很明显 也不遗憾了 那么这个成语咱们今天也算学到了 对不对 下次如果再有人问你们的时候 这个成语是什么 精畏分明 好吧 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场上的四位选手 他们代表自己的学校 为了荣誉而战了 那么我们也同时 恭喜我们五位市凉州区青天象小学的 刘韵芝 碰到我们本场七里快车校区大比拼的冠军 那么其他三位选手呢 是我们的初赛冠军 每个人呢拥有自己姓名的这个什么 个人赛的冠军对不对 好那今天呢 我们最终的决赛冠 是我们的刘韵芝 再次恭喜他 好那还在中心 好同时呢 我们送给他一个 志力快车小博学奖牌 应该是实至名归 对不对 刘韵芝 韵芝韵芝 无所不知 是不是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志力快车 我们下一次再见吧